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四川是黄河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水源涵养地 补给地 境内黄河干流河道长174公里 流域涉及阿坝州与甘孜州等地区 以阿坝县 洪园县 若尔盖县 松攀县和石渠县五县为核心 黄河九曲第一完 如诗如画 如天籁 四川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孕育地 和黄藏腔文化彰显区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这里交汇 藏 腔 回 汉 和谐共生 形成了独特的和黄藏腔文化 允育了魅力独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族群迁徙 民族交融 生活方式演变 文化生态流转 和黄藏腔文化故事从不曾停歇 黄河原五县的优越地理环境 使这里较早成为了人类文明迁徙的人文走廊 与不同文化的交流走廊 古老的群族无私而坚韧 群族文化涅槃重生 创新发展 国家级群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典范意义不断彰显 丰美的草原孕育了享誉天下的河渠马 河渠马黄河草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四川黄河流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资源 马与人一体 和和共生 黄河 长江 交汇 孕育的独特高山峡谷农耕文化 与游牧文化交相回应 创造了多姿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们在这里融合 发展 生动展现了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坚守着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之道 人们崇敬山川河流 用心生活 为美好歌唱 庆贺 生态和谐 民族和睦 彰显和黄藏腔文化 和美文化在这里传承 生长 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四川各族人民一直在不断努力奋剑